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21日 已經是星期四 警方繼續行動 對於JPEX這個案件 警方再拘捕三個男人 現在總共 有 11日被捕 報案的人數已經上升到2000人 金額已經 突破了13億 警方由18日開始展開大型行動 先後拘捕林作和陳怡等人 之後在昨天星期三再拘捕三個男人 年齡介乎25至32歲 涉嫌村謀詐騙 三個也被扣留調查 究竟可不可以保釋呢 警方說會繼續調查 而且不排除有更加多人被捕 截至20日下午5時 接獲了2086個受害人報案 涉及金額是13億 階敏 林作就鬼祈祖就跑掉了 我們 Burke也就исс事先呀 這節也就不是意思是林作 這節也就想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 很多藍絲中招了 這個群組賦了 他就說 政府 今天他們聯合電訊商就封殺JPEG 令到JPEG 其實就沒有辦法交易 他們就十分之憤怒 他們說 你們政府是想害死人嗎 JPEG也出了很強硬的回應 但是你強硬還強硬 政府一封你 一不讓電訊商 你強硬是上你的網 下架你的東西 你就會搞不定 新聞也報導了 政府指示電訊商 封鎖JPEG的網站 如果大家翻牆的話 仍然可以上到的 證監會發表聲明 對於JPEG違反了證券及期貨條例 以及打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的保密條文 公開 他跟本會發規周刑部之間的機密通訊一時深表遺憾 所以證監會聲明 JPEG宣稱是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而且 不受監管 自從2022年3月起 證監會便一直密切注視這個平台 並開始 就這個平台事源作出的虛假及據誤導聲陳述 以及無牌活動進行查詢 由於JPEG一直採取不合作態度 而且未能就本會要求作出實質回應 所以證監會 隨後在2022年7月 將JPEG列入證監會無牌公司 以及可疑網站名單 JPEG 在網站上披露的機密通訊構成了證監會向JPEG作出 上述牙信 以及調查的一部分 證監會認為JPEG從未 就可能作出牌照申請跟證監會接觸 即是完全無料到的 以及JPEG集團旗下的實體一概沒有 獲到證監會發牌 也不曾向證監會申令在香港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牌照 即是一直都從來沒有想過申請牌照 根本這檔東西 一看就知道就是老前檔啦 所以 證監會跟JPEG之間沒有就發牌相關時進行溝通的 一切都是他亂說的 我們先說到虎豬群 虎豬群有11,282人 他們出了報告 其實我們想拿回一些錢 你們政府這樣做 是不是想逼死這家公司 到時搞到所有人都拿不到錢 那怎麼辦 現在要大事宣揚拿牌 監管的重要性 主要是這樣 警察幫不幫到我們拿回一些錢 報警可不可以幫我們拿回一些錢 警察幫不可以幫我們拿回一些錢 拿牌有多重要 我不想知道 我只是想知道怎樣可以拿回一些錢 迫死這家公司我們一定拿不發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迫死這家公司 他說得沒錯 迫死這家公司一定拿不發錢 問題就是 不迫死這家公司 你是不是一定拿得回錢呢 問題就是究竟這家公司 是真 還是假 這個問題 才是大家值得關注的 剛剛JPEG 在早上出了一個 這個方案 這家公司就說 推出了資產兌換的方案 宣稱兌換之後 綑綁兩年 原本在平台的資產就可以百分百轉成太大幣 今天會讓用戶投票決定是不是執行這個方案 公告指 JPEG受證監會事件影響 被第三方做市商鎖定資金 提出解決方案 相等於4億元太大幣的DAO 持份者分紅 給用戶認購 用戶可以用存放在平台裏面的資產 以1比1兌換這些持份者的分紅 兩年之後可以百分百回購持份者分紅 即是變成太大幣 如果現時將資產兌換分紅之後回購 可能 只是得到相等於資產1%的太大幣 方案今天會讓用戶投票 如果獲得通過 平台會在明年5月1日回復正常運作 運作 明年5月1日才回復正常運作 包括提演手續費會調整到三個太大幣 這件事其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不知道太大幣是多少錢 但是 我知道 昨天網上有人推出了一個實時價格 他們自己發行的JPC 曾經 由 高位 就是 0.025 即是兩先半 跌到0.00219 這個位已經反彈上來了 最低 跌了一半 再一半有多 現在升了90% 但是也是等於 他們跳水之前 10分之一不足 跌了超過90% 這件事究竟是甚麼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實際上這是一個千局 今天 叫你投票 你現在只剩下1% 跌到只剩下沒有了 你如果不投票 支持這個方案 你們都沒有 但是投票了之後 兩年 兩年之後 甚麼都走了 是不是 也有網友說 他們已經將有兩億多資產的虛擬貨幣 轉走了去別處 其實虛擬貨幣很容易射走 只要有人買 你就可以射走 我昨天問過一些有玩開比特幣 玩開加密貨幣的朋友 他就說 實際上 他們的平台 也是透過別人的 平台去運作那些 加密貨幣 例如比特幣 或者泰特幣 即是說 如果現在香港政府出手 出一個禁制令 要求 他幫他做結算的 那個交易所 因為他也有結算的 他也有投資在別人的 那些錢 即是那些加密貨幣 就可以凍結 不讓他賣走 理論上是可行的 當然要鬥快 這個是唯一 幫這些存戶 幫這些 撫主拿回錢的機會 當然未必拿回了 但是呢 可能可以拿部分 現在十幾億 據說他就轉走了兩億多 那是不是會繼續轉走呢 還是會留下四億在那裏 像你所說 留下四億在那裏 給一些人去兌換呢 我不相信有那麼好心 是不是 這件事 現在我們要 警醒的是甚麼呢 我們看到那些人很兇 開始越來越兇 因為發窮兇 他們覺得 我們相信的政府 誰知道你們 亂來 搞到 逼死我們這家公司 有很多人聽了陳怡說 覺得 這家公司是 合理的 是正經公司來的 只是你們 亂來 你們這班死黃絲 任志剛好 這些證監會所有的死黃絲把持 你們想害死我們 明知道我們是支持政府的藍絲 你們就設計陷害 現在變成黃藍之爭 我們很害怕這件事會發酵 令到這班藍絲 惡向膽邊生 大家知道 沒錢就甚麼都敢做 這是世界最惡的窮鬼 這班人如果 他們 很大機會會慢慢演變成為黑暴 為了 爭取他的權益 是不適任何代價的嘛 甚麼是不適任何代價 即是 分分鐘 以往黑暴所做的事 可能會做齊了 扔汽油彈 襲擊警員 襲警 在網上鼓動一些襲警的行為 甚至是要求殺警 你們死警察 拘捕我們的這些加密貨幣 搞到我們血本無歸 網上一說就是黑暴 到時 如果是這樣搞下去 群組有萬多人的 你現在 有萬多人成為黑暴 香港很辛苦才叫做 由亂到智 由智及興 國安法通過了 現在很不容易有這麼和平的局面 你現在這樣搞 用甚麼把這班藍絲逼成 做黑暴 是不是 所以 我們希望政府 做事 當然 不是從善預留 而是要鐵碗執法 任何人 聲稱 要不放過這個政府 聲稱攻擊這個 證監會 改名為證探會 在這裏誣陷這些證監的朋友 證監的人員 又或者 侮辱香港警方的執法 我認為 根本就是要雷厲風行 將他們握塞於盟牙狀態 絕對不能有機會讓他們滋生成為黑暴 是不是 連上街也不准 誰能夠上街 因為他們 很大機會可能會組織一些遊行示威 好像當年雷曼虎主那樣 在那些店鋪門口 這次可能要在證監門口 警署是不敢的 到時候在證監門口 這樣也不好看 香港 是國際金融中心來的 不是 國際金融詐騙中心 你們這樣搞法怎麼行的 每天有些傅主好像雷曼那樣 還錢 還錢 星子銀行還錢 其實大家經過 中環也有聽過 他們不會自己叫咪的錄音 可以節省一點 可以節省一點 為了防止 而這群藍絲 變成黑暴 我認為 政府應該提前做事 好像那些未來警察那樣 先把他們拘捕 然後 讓他們保釋 我認為 這樣就可以為香港的平穩 做一些事情 也不會給他們 有任何的 成為黑暴的 機會 好嗎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